这次解放军锁台军演 光是在武器方面就出动了上百架战机 而辽宁号与核潜艇也双双出击 无人机和新型远程 乡式火箭炮更首次加入实弹演练 军事专家分析从这一次军演来看 陆方对台的作战计划 以锁定主要港口为主战略 而且随时可以转为实战 炮声隆隆烟消四起 解放军朝台湾周边海域发射多枚飞弹 东部战区更出动上百架多型战斗机 包括歼20逆宗战机 以及新型加油机运游20 包围台湾北部西南东南空域 对台展开锁台军演 不仅新型战斗机全出动 辽宁号核舰艇双双出击 十多艘驱护舰更环绕台海展开联合风控行动 首次在台湾东部射击靶场将护送 陪洛西的美国航母雷根号B-3几百公里 这次还有一个首次 就是我们航母编队进行威慑性的演练 不仅航母编队实无前例加入演训 更首度出动无人机新型远程箱形火箭炮 大陆这一次动用第四代新型远程火箭炮 足以涉及到台湾所有军用机场 分析指出从这次解放军 针对台海六区域的锁台军演环绕台湾一圈 足以看见大陆对台入侵以封锁主要港口作为作战重点 如果把这六个区域把它连成一线的话 实际上就像一个缰绳 而西南这个区域等于把这个缰绳打了一个结 也就是说通过这样一个缰绳 把台独死死的困在台湾岛 大陆这次发射导弹地点位在福建平潭 离台湾仅125公里相当近 当地不少游客居民全程目击 这次锁台军演更打破过去先例 共军越过海峡中线 专家就分析 过去解放军机不定期飞越中线的做法 将被常态化飞越取代 等同强化中共对台主权 海峡中线随着台海局势升温 恐不复存在 这一线片于北京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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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破冰水